其實我覺得美國人 他們在針對他們的外交政策 特別是跟臺灣 還有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在發表評論的時候 他們永遠記得一件事情 他們是美國人 他們在捍衛的 是美國自己的利益 當然我們希望 我們在跟美國做朋友的同時的時候 的確我們享有非常重要 根本的基本價值 民主自由法治跟人權 但臺灣在思考 臺灣的國家利益的時候 我們一樣要從自己的角度去處罰 我們對於自己國防的自主 對於自己國防的捍衛 把臺灣人的納稅人 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 用在該用的地方 不是用在浪費 更不可以用在貪污舞弊上面 把這一些經費跟預算 都用在刀口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應該都有的共識 那只不過說以目前啊 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講 就是說立法院在針對有關於 特別是國防外交 在進行監督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比如說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有一些設備到臺灣 就是到臺灣是不是交貨有延期 其實我也來上節目以前 我很負責任的 沒有任何機密的資訊 沒有窺探國防的機密 我就立法院公報的系統 去找了公開的資訊 結果只有兩頁 然後那兩頁字都非常的大 佔滿這個頁數 真的 大家各位網友有興趣 可以去看嘛 就是每對臺軍售公開書面資料 大概就這樣子 就兩頁 對 那當然因為就國防的部分 他有一定的專業啦 包括了說臺灣在發發 就是說在規劃是不是要進行所謂的不對稱的戰爭 潛艦是不是有必要 我覺得這些都應該要進行軍事上面專業的評估跟對話 而且給立法院有充足的資訊 可以來進行監督 那當然對於外交 對於國防有一定機密的資訊 當然必須要保護 我們要防止外洩 但是不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拒絕國會監督的理由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第一次在立法院的時候 是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零年 那個時候我們花了兩百多億 說要做烈雷劍 那個時候我開始追這個弊案的時候 然後我就查了很多資料 說烈雷劍很重要 對於臺灣的整個防護 對於臺灣整個海岸上面的巡防 然後防止共軍的入侵到底有多重要 所以這筆錢我們一定要花 不花不行 烈雷劍一定要做 但結果搞了半天 把這個烈雷劍鎖托非人 交給政治關係很好 造建能力幾乎是零 的一個超級爛廠商 不肖廠商 結果把這些錢搞到自己家的人 在胡搞瞎搞 甚至搞到對岸去投資生意 結果最後這個廠商受不了 垮了然後留下了幾百億的呆帳 那留下幾百億的呆帳 要不然就是我們的國防部 要不然就是我們的公股航庫 全部都要背下來了 但經過這幾年下來了以後 我再也沒有聽過 說這個烈雷劍不造不行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對我們的海防 對什麼會造成多嚴重的影響 所以你把那個時候的報告 跟後來出了事了以後 他們的反應跟說詞做對比 你會發現出其實蠻諷刺的 但我要說的事情是說 國防這一件事情 不管是哪一黨執政 在台灣都是重中之重 而怎麼樣讓國會有效的監督 把錢花在兜口上 而不是讓這些國防經費 流到不應該流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政治關係 特別好的人 拿去貪污撫避虎搞瞎搞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面對 支持我們國防的時候 同時也應該要有展現的基本立場